电影开始 深山中小鹿刚吃了一些兰花 就瘫倒在地不停的抽搐 没多久又亮亮腔腔的站起来 开始发疯般的四处狂奔 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 看到猛火还直接冲上去 虽然成了猛火口中的美食 但是一场灾难性的丧失危机就此引爆 电影正式解说之前 先简单介绍一下历史背景 朝鲜历经重大窝乱后 南方土地惨招蹂躏 北方也有另一场不安的风暴正在用鸟 鸭绿江彼岸宽广的平原上 居住着一群女真族人 其中一部分人占领了婆珠江流域 形成了婆珠卫部落 他们骁勇善战势力不断扩张 这引起了朝鲜人的不满 为了打探和牵制婆珠卫 朝鲜人便利用另外一批女真族 他们不是朝鲜人 也不是女真族人 但是他们愿意归顺朝鲜 被称为成敌野人的卑贱女真族 从而形成了番胡部落 为了谋生 他们成了朝鲜人的密探 费斯郡是国法严禁出入之地 近百年来无人敢靠近半步 但是最近却发现婆珠卫部落的一些人 在费斯郡地带惨遭杀害 此时番胡部落的小阿姓 刚从费斯郡深山回来 高知父亲 自己在山中的壁画上 发探了一种起死回生的生死草 如果成功得到这种药 就可救回常年窝窗不起的母亲 刚说完当地官员金大人就来到了这里 因为在费斯郡的案发地发现 婆珠卫的尸体是人为刻意斩杀后 又伪造的老虎啃食的假象 他从尸体手中找到了确定征兴生负的珠子 这是被贬此地的海员肇事 为了不和婆珠卫发生争辩冲突 金大人决定让阿新的父亲 到婆珠卫部落散布消息 惨死费斯郡的多名婆珠卫人 因偷临终山身被老虎全部咬死 阿新父亲为了保全部落人的性命 接下重任 再次潜入婆珠卫部落 而金大人也找到海员肇事对质 对方表示 婆珠卫的人上山偷摘尽果 本就罪该万死 所以被杀也没什么关系 金大人表示 自己也会摆平一切 劝他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阿新父亲到达婆珠卫部落后 开始讲述千年老虎吃人的故事 一个族人调侃道 如果是摇眼 那你就死定了 此时金大人带领一些村民上山 开始装模作样的驱赶老虎 没想到这里还真有一只 兽型大发的临终之王 奇怪的是他不仅不害怕锣鼓声 而且还主动攻击 在丧尸虎的袭击下 第一批村民基本团灭 见情况不妙 金大人让山下的村民撤离 自己的带队向山里围剿 与此同时 婆珠卫也派出了 几员猛将来山里打探情况 一只老虎怎么可能杀掉 他们失误员 强悍族人 他们之所以来这里猎杀老虎 就是为了戳穿朝鲜人编织的谎言 婆珠卫的人发现老虎后 上去就被老虎一爪拍死 另一个婆珠卫也当场惨死 领头人看到老虎后 更是一脸惊恶 连插竖刀后 老虎就是无法死去 最后上尸虎被金大人一箭致命 双方都被眼前的老虎禁带 明明就是一只死老虎 为何还能像活的一样 婆珠卫首领将老虎开场破读后 因为发现人类的尸骨 而是一些早已腐烂发出的液体 这也就说明自己的族人 根本不是被老虎吃掉的 而是被他人所害 所以朝鲜人的谎言 也就不公自破 婆珠卫族人扬言 血债血偿 当天晚上就血洗了番胡部落 而小阿信因为到山中 产结生死草 躲过一劫 等他返回来时 族人早已被全部虐杀 家园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面对亲人的失手 阿信哭得稀里哗啦 为了能活下去 为了能给族人报仇 小阿信求助金大人 现在部落只剩下自己一人 自己曾去婆珠卫寻找父亲下落 确实拿回了遗物 年幼的阿信不想知道其中的缘由 只希望金大人出兵讨伐婆珠卫 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然而金大人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女孩 而发动战争 小阿信表示 只要能复仇 不管干什么都心甘情愿 从那以后 阿信就被金大人收留寄宿在朱眷 白天为官兵清洗衣服 来上到婆珠卫部落打探军情 闲暇时间还不忘练习射箭 即便条件多么恶劣 小阿信都没有放弃的念头 久有久之 阿信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这天在山间练习射箭 没想到一只野猪迎面扑来 眼看就要被追上 阿信快步跑上木桩 一个华丽转身刺穿了野猪 从那个柔弱的小女孩 变成了野性女汉子 她的剑法更是炉火重青 多年的忍辱负重 卧心藏胆 并未看到金大人兑现成功的诚意 阿信决定自己想办法 正好这天晚上 金大人要阿信到婆珠卫部落 打探对方动向 阿信来到对方军营 发现族人率兵出征 然后偷偷潜入婆珠卫营地 没想到这次 他竟然发现了一个 被婆珠卫软禁起来的囚犯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父亲 原来当年婆珠卫定没有杀掉他 而是将其囚禁起来 让他生不如死 当阿信看到爷爷一息的父亲后 就想快点就父亲离开这里 可父亲被重重的铁链 红绑着根本打不开 父亲也不想以后 继续过这种 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就想让阿信成全自己 一丝料之 经过一晚的挣扎煎熬 阿信最终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送走父亲后 他一把火烧到了婆珠卫的营地 在回军营的路上 阿信正好遇到出征的海员肇事 而他们身上陪带的剑羽 正好与当年自己在 非斯郡深山里 看到的尸体上的剑一模一样 难道真凶是他们吗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阿信深夜潜入军中的文书要地 在一幅卷宗上 阿信找到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原来当时 婆祖卫族人到非斯郡偷到山盛 全员被杀 为了避免朝鲜和婆祖卫发动战争 金大人谋划了那次驱赶老虎的行动 还将矛头指向了阿信所在的番胡部落 而后族人被当成替罪羊 全部杀光 此时阿信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的仇人并非婆祖卫 而是自己一直唯命是从的朝鲜人 走在街上的阿信 心中有了一种极端的复仇想法 他先是抓到一个朝鲜士兵 杀死后再用生死草将其复活 重生后的士兵 变成了嗜血的活死人怪物 不久被感染的活死人越来越多 病毒是扩散 让整个朝鲜军营陷入混乱 而事变官兵的私教声 惊扰到了金大人 出来查看时 发现了尸体上的生死草 还没等他回过手来 活死人士兵就直扑过来 金大人直接用火制服了对方 此时的病毒传播已经无法阻挡 营地里满是活死人怪物 金大人本想逃离这里 却被在房顶等候多时的阿信 一箭送入地狱 在阿信的注视下 昔日生活的营底变成了丧尸炼狱 今晚他们只有两条路 要不被怪物咬死 要不被阿信射死 活死人数量不断飙升 无数人在惊恐与绝望中 变成了怪兽口中的美食 阿信要亲眼看着这些仇人 在这里折磨虐死 后来一个士兵爬上房顶 想要阿信救自己一命 令对方没想到的是 阿信淡定的拉开弓箭 对准了自己的手掌 将其固定在了房顶上 辛辛的泄业吸引了地上的活死人 慢慢的士兵被怪兽生吃 眼看着活死人就要爬上房顶 阿信立马掏出酒壶 给他们身上当山酒 然后用一支火箭粉上了这些丧尸 经过一夜的努力 大街上已经没有一个活人 但是在自己住的猪圈里 阿信还留了一个活口 他拉着这个活口 一路艰辛跋涉 回到了自己儿时的部落 他仿佛看到了族人灿烂的笑容 回到自己家 家人正欣喜的等着阿信归来 而地上是一只被感染的小鹿 原来亲人被阿信用生死草复活后 用铁料酸在这里一直喂养着 而他拉回来这个士兵就是献给家人的美食 一转身阿信离开到这里 但是在他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团圆梦 等杀光了朝鲜和女争族土地上的一切生活 自己还会回到这里与家人团聚 阿信先是袭击了婆主位的洛网追狱 然后又来到朝鲜境内的益州城 把生死草献给了使成团的李晨曦一声 按阿信的说法将此要年岁 张玉珍上在印堂处插入一分身 一个死神后死尸就可复活 显然阿信的复仇还在继续 而他的仇恨也不仅仅是一个部落 一个城池这么简单 而是升华制对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血海深仇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 关注并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